這部分就把1、2、3月 當然其實將來有很多的這種類似的需求 就是你要把快速的前面幾個工作表 快速的合併到一個工作表裡面 可能現在只有1、2、3月 當然未來也可能1到12月 甚至是每個年度每個年度有每個月份的資料 或者每天每週等等的一堆的資料 那都有必要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把前面的資料 快速的匯整到我們後面的第一季的話 那該怎麼做比較快 當然我這邊是有寫好的 不過前面當然最早以前 有些書裡面是會教什麼 教你用錄製聚集的 然後用錄製聚集之後再來修改 不過我覺得用錄製聚集之後再來修改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程式會變得很冗長 而且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完的話 也還蠻花時間的 因為像最早就是要先錄製 錄製的話不外乎怎麼樣 就像你把剛剛的動作 游標先放在A2嘛 然後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Ctrl-C Ctrl-C之後再切過來之後 然後你要Ctrl-V Ctrl-V之後的話 你要讓它跑到下面的話 你就Ctrl-向下 向下之後再向下一個 那向下這個的話 以後的話如果你要讓它自動跑 它其實有一個叫什麼 Offset的一個方法 就讓它偏移一個儲存格 可是變成說你 假如用錄製聚集下來修改 那你會發現那個程式寫出來會很冗長 而且執行起來還有一個缺點 就效率很差 OK 所以如果各位 當然你仿天書籍還蠻多 就是教你用這個方式再寫VVA程式 是不是可以寫得出來 可以 但是問題寫出來程式 基本上第一個 不是很漂亮 第二個 資金效率很差 我剛剛講的 這邊有個Active Offset 有沒有 你要向下一列的話 就是Offset一列 零藍 後面加一個點Slate 那你的儲存格就會向下 如果以後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不要用錄日聚集來寫的話 那我該怎麼寫 會是最快的 而且再來的話效率會很好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最關鍵的地方 其實還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copy的方法 哪個range的.copy方法 所以我們寫的方法第一個 我先把這個 這個把它 這個for回圈 這個可以把它留下來 我先把這個砍掉一下 假如說 最重要的是那個回圈 首先的話 因為我是從第幾個工作表 到第幾個工作表 其實就是第一個 到第三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3 那如果未來這個數字很大的話 你可以 甚至你這邊可以改成什麼 shits.count 總共有幾個 shits.count 如果最後一個不要合併 你有-1就好了 這邊其實你也可以是 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shits 還記得嗎 shits 就是所有的那個工作表的總數 點什麼 點.count 這不就好了 但是呢 我要避開第一個 所以怎麼樣 減1 這樣也ok啊 有沒有 這個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多少 4個嘛 減掉一個 那就3個 剛好也是1到3 ok 所以這個去點.count 其實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的話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什麼 我第一個要先知道什麼 哪一個 第幾個工作表 有沒有 再來的話呢 我要知道什麼 第幾個工作表的 最下面一列在哪裡 所以你必須什麼 Ctrl向下 那這個之前我們寫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工作表 用Range A1向下追蹤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 可是第幾個的話 我必須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Shit 刮弧 那第幾個就加一個I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 第一個的話 我不知道說總共幾個資料嘛 那我可以先讓它 從那一個工作表 幫我向下追蹤 追蹤到之後呢 會知道說它是在32列的位置 那我就 有這個32列之後的話 再來最重要的地方 我要怎麼去call它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如果知道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樣 當然你可以先什麼 先寫 沒有序子 如果你們假設 對序子不熟悉 沒關係 你先不要學序子 你就寫什麼 寫Range 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Range 從哪一個 從應該是A1不要 從A2開始 對 A2 到哪一個 藍呢 1的 後面特別注意 1 但是最下面我不可能說打個32 假如這個32的數字 它不是固定的 因為這個123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固定的 可是呢 如果不是固定的話 那我應該把這個什麼 先and之後有沒有 空一格 加一個什麼 and什麼 R1 就可以了 然後後瓜 這樣就OK了 然後呢 後面要點 複製到哪裡 點Copy Copy到哪裡呢 Copy到這個 所以啊 以後儲存格應該是 我們優標應該是停在這裡 按鈕在這裡 所以就直接 這一邊這個就不用 那就應該從哪裡 從這邊 可是問題喔 這個叫Range Range 到它的A2儲存格 OK 然後特別注意喔 前面這個地方 因為是來源 那我將來的按鈕 一定會是在 這一個工作表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本身的喔 如果是在這個工作表 像A2這個 前面不用加 這個工作表名稱 可是如果是這一個 是從這邊的話喔 特別注意喔 你這個前面 就要加工作表名稱 所以呢 我們必須怎麼樣 再到前面喔 把蓄詞I的這個 哪一個工作表 把它摳過來喔 因為這個是會變動的嘛 有沒有 第幾個 比如說先第一個 然後我先去追蹤 第一個的最下面列在哪裡 然後呢 把那個範圍喔 從A2 它一定從A2開始 到它的1的最下面列 把它Copy Copy到哪裡 Copy到這裡 這個因為是在同一個工作 這個目前的工作表 按鈕所在的 所以不需要 加那個 就是工作表名稱 好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Call第一個 它Call到A2 沒錯 但問題我在跑NAS 它變成2的時候 然後呢 它Call過來 如果還在A2的話 那不是把它蓋過去了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會多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要如何 可以讓這個什麼 讓這個A2的2 這個數字有沒有 將來 它會自動怎麼樣 往下 Ctrl向下 然後再加1 有沒有 所以喔 這邊有點像類似K的概念 你還記得吧 K K K剛開始是什麼 那你這邊也可以把它用K 只是說 我在雲端上用的是R2 那首先當然你可以 就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叫R2好了 我叫K好了 K的預設是什麼 K等於2 意思說 我從第一次 我要放的一定是 在第二列的位置 OK 然後把這個K有沒有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所以N的K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喔 這個K之前是K等於K加1 可是現在不能K加1 K加1變成到A3 那還是會蓋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K的值應該是 讓它向下追蹤之後 加1比較好 OK 所以K等於什麼 K等於 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從A1向下追蹤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程式有沒有 A1向下追蹤 到最下面一列 到最下面一列 Ctrl向下 那你不能從這個啊 應該從下一個 所以記得一定要加1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大功告成 OK 這個是用VBA寫的 最大…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哪個range.copy Range前面一定要加哪一個 就是工作表 從哪一個工作表往我call過來 主要是這個 外面包個回圈而已 OK 這個方法如果跟之前 我們其他的方法比的話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比的話 我想看起來還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現在寫這個方法 應該是比較OK的 當然我雲端上有提供給各位 用錄製的方法來做 不過後來我幾乎都不太講 為什麼 因為比起來 真的剛剛的方法 其實也不算太困難 Range起來OK 刪除的話就是從A2 一直向下追蹤 AND向下追蹤 把他clear content而已 OK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寫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清除這個清掉了 合併 馬上合併過來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題當然延伸 不過這一題當然還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看合併過來 這邊1 1月 這邊也是1 2月 這邊也是1 這樣的話 合併過來的話 應該會是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應該日期前面加了什麼 這邊可能要是不是改個1月 不過這個好像 還是怎麼樣 改一個完整的年月日 會比較OK一點點 比如說也許是 改個2020的1月1號這樣子 然後 後面的話呢 2020的1月2號 這樣的話呢 才有辦法辨識 不過這個資料又很怪 28點 沒問題 30 31 OK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這個合併過來之後 前面最好幫我把日期改變成一個 足以辨識的 你不要用一個怪怪的格式 最怕就是那個看起來 不像數字又不像日期 也不像文字 那最後真的很難辨識 你也沒辦法做日期的計算 OK 所以請各位 請 摳過來 也許先摳過來 然後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這邊做日期的正確化 正規化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寫完的這個程式 雲端的第一頁其實裡面也有 點Copy 點Copy 不過我這個變數我是用R2 不過改一下 乾脆我這邊都用K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K還蠻好用的 K的這種概念 其實很多地方都拿來用 其實還蠻快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試試看 那當然呢 如果你這邊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希望在合併過來之前 先把1月就改成2020的1月1號 然後2月就變2020的2月1號 有沒有 就前面把日期做一個正規化之後 再把資料合併過來的話 怎麼做 第三個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合併完的資料 再丟到資料庫的話 該怎麼做 OK 反正也是延續性的 所以我想請各位再練習看看 Afrobo B4 B6 B7 C B7 感谢观看